大家好,我是Sandy 那么以后的话,我会在课程之前 跟大家分享一些业界的一些动态 以及我自己最近的一些心得 包括在行业里面的一些发展的趋势 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最近在成都天赋软件园 在地区正在装修一个超过600平的这样一个咖啡厅 也是一个创业咖啡厅 有点类似于车库咖啡 有点类似于北京的那个车库咖啡 很多朋友以前我在北京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搞过一次聚会 我们当时就在车库咖啡做的 那车库咖啡其实还是比较小了 但在成都的话 大家都知道价格地价便宜嘛 对吧 所以成都的这个创业咖啡厅会做的非常大 也非常的 我觉得从硬件肯定是比车库咖啡会 一开始就会做的好的多 那今天下半年 我可能也计划在天赋展经员这边搞一个比较大型的活动 我当然就用这个场地 另外的话 最近我入手了一部 就是Google的Nexus 7 Google的Nexus 7这个平板电脑 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我的试用体验 非常棒 确实低 非常流畅 第二因为四核的 速度也非常快 第三 也很轻 第四价格便宜 价格也就是1600多吧 韩关税到了中国也就1600多 淘宝上有很多的这种代购啊 还有就是 其中有一项令我非常满意 就是它的这个 带电啊 它的这个电量 就带机 我每次早上 我把它充好了之后 早上用的时候 一直到晚上 电量都不还都还不会爆红 到晚上那个电量都还没有产生警告 而且中途可能还包括放了四个小时的电影 看了N个小时的书 这样的效果非常好 所以大家可以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 或者自己觉得有必要的话 其实可以入手 但是但是总的来说 平板的作用 从目前的这个角度来说 除了看书和看电影之外 好像其他作用并不大 所以如果要入手平板 自己要慎重考虑 好 我们现在言归正传 那么之前我们已经给大家讲了一些 我们的Linux的一些基础内容 在基础内容这块 还剩下了我们的C语言的重点难点 和系尔编程还没有讲 但是我想今天先跳开这一块的内容 先给大家讲一下 GNU的开发环境 也就是我们的第二阶段 讲一些内容 这个阶段内容讲过后 我们再回过头来再讲C语言 再讲C语言 好 今天就讲我们第二个阶段 第一课就是我们Lesson 1 GNU的开发环境的一个基础 这一刻重点 其实就是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的GCC GCC的几个变异器 还有 还有我们的GDB调试 还有我们Eclipse开发 大家会说Eclipse开发 我们人人都会 但事实上 很多朋友说 桑迪你不是一直推荐 我们用命令行 这种字符界面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开发 确实是我要求大家 要有这样一个能力 但到后面 如果你的连代码会比较多了 你的工程比较复杂 其实所谓的公寓善其事 并且离奇器 所以到那个时候 做商业项目的时候 我其实也蛮推荐大家 用Eclipse的 这其实两个不耽误 事实上Eclipse 它的下面就是用的GCC和GDB 所以是一样的 好 我们今天就来开始 我们学习我们的这一块的内容 照就 看一下我们课程目标 掌握GCC和GDB的一个使用 掌握Eclipse Linux下面的使用 这个我们可能就要考虑 可能是要在Linux下面 而不是在Windows下 通过研究GCC原码 分析GCC程序的关键结构 进而来扩展 将来 为将来扩展去学习 如何去写个编译器 打下我们一个良好的基础 那这块也就是说 在这个课程中 我会带着大家一块去阅读一下 GCC的原代码 顺便我们分析一下 它的比较关键的一些结构 特别是GCC有上百个那种参数 那种命令参数 那这些参数为什么是这样子 对不对 它的这个程序流程是怎么走的 我会举一些例子 带大家来走一下 那么大家以后愿意的话 也可以自己去扩展 那么这个课程的话 其实如果你有比较好的编译原理的基础 那么学起来会对GCC的研究 你可能会学的更加深入 所以大家有兴趣下载下来可以去扩展一下我们的这个编译原理 甚至于去写一个非常简单的这样一个编译器 写个非常就用C元写就可以了 那么重点难点 就是GCC的编译过程 还有就是GCC的常规使用 这个常规使用 其实我们刚刚说了GCC的选项有上百种 那么其实也蛮复杂的 但我们最常用的那些掌握了就好了 还有GDB的一个常规使用 这个GDB就是我们用来进行调试的 这样的一个调试工具 考核目标 如何通过GCC编译动态链接库 然后来调用 这个是我们应该说需要掌握的一个基本功 还有GCC的常规编译选项有哪些 如果要用GDB条是GCC如何编译 课后练习比较简单 就把课堂上我的眼帘都做一遍就可以了 好我们先来研究我们的GCC这个环境 那么什么是GCC呢 GCC的全称是GNU C Compiler 也就是说是我们GNU这个项目 GNU的开源项目里面的C元的编译器 这个也很明明 当然它本身后面也有一些扩展性的工具 像G++就是C++的这样一个编译器 那么其实GCC它本身也可以去做一些 就是C++代码的一个编译 但是并不是很方便 所以后面才扩展了我们的G++ GCC是我们GNU项目中 符合美国通用标准的这样一个 C元的标准的这样一个编译系统 能够用来编译C C++和Object C Object C我们熟悉的都知道 是IOS变成语言对不对 等语言编写的程序 同时呢它也是一个交叉编译器 什么交叉编译器呢 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 我们不同的这样一些平台 像这个是我们的X86平台 这个是我们的ARM平台 这个是我们的Pocket PC平台 等等等等 还有很多 好 然后这些平台的话 我们在编译的时候 某些程序它它跑起来 我们随便写一段程序 它跑起来是一般情况下 到了最下面我们都知道 它会转成汇编 汇编要转成机器码 那么机器码它在运行的时候 是不是会根据我们的硬件平台 不同而不同 包括自长的不同啊 等等等等等等 运行起来是有差异的 还是有差异的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在做编译的时候 编译出来的平台 只是针对一个特定平台的 那么但是由于我们现在 有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开发 就是什么呢 我们要编一个程序 在我们ARM 比方说我们的Android上面跑 那么Android 它的这个CPU体系架构是ARM的 sorry 是ARM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 必须要针对它这上面的来写程序 但是如果我们在ARM平台下写程序 又很麻烦 因为没有很好的开发工具 所以呢 我们就在 X86 也就是我们的 比方说Windows上面 操作系统上 我们把程序这些都写好 然后编的时候 告诉他 我编出来的程序 不是要跑在X86上 是跑在ARM上面的 这种 就属于跨平台的这种编译 对不对 我们就称为交叉编译 就称为交叉编译 好 那么GCC它本身是一个交叉编译器 所以我们是不是特别适用于我们 这种不同平台的这种嵌入式开发 所以我们后面 我们也会看到 就是我们在编ARM的时候 跟我们 现在我给大家演练的 在Linux下面的 X86这种编译 会稍微有一点点差别 稍微有一点差别 但是工具都是用一样 都差不多的 那么我们现在先给大家 做一个GCC编译的这样一个演示 把我们一段标准的C元代码 给它编成 Linux下面的可执行文件 我们都知道Linux下面可执行文件 它不是像Windows一样 是通过扩展名来标识的 对不对 不是通过什么EXE 而是什么呢 而是通过它的文件属性来标识的 对不对 一个是它是二阶制 还有就是它本身 是不是有可执行的 这样一个属性 好 现在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练 这是我的工作目录 我们建立一个 建立一个 hello sunday.c 这样一个文件 那这个编辑器 我就不说了 原来我们都已经讲过了 包括语法高亮这些 大家就都很熟悉了 我们给它 包含一个头文件 写得 是 um 原来 隔壁 说 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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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lude 语法高亮也没什么好说的 Printf 打印一下 Sunday 我们在这里就有个HelloSunday.c这样的文件 我们来执行一个GCC的编译 GCC我们在Linux下面默认安装就有了 GCC程序在哪里 大家是不是可以自己通过Garrays自己去找一下 这我就不说了 GCCHelloSunday.c 给它编译一个目标文件 就HelloSunday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绿色颜色 就是可执行文件 那我们来运行一下它 HelloSunday 就编译成功 大家看是不是打出了相应的这样一个内容 打出了相应的这个内容 OK 这就是我们一个最最简单的编译 那个-O那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目标文件Object 它是Object的缩写 所以大家这些参数 参数很多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死尽被 我们一般情况下都要自己去形象的去记忆 理解的情况下去记忆 那么这样子你才会记得牢靠 特别是刚开始接受这一块的 好 那我们现在来讲一讲 我们刚才在执行这样一条命令的时候 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 就GCC 这样一条命令 我们大概理解 翻译成自然源 就是我们调用GCC编译器 把这个C文件 编译成了目标的 Hello Sandy这个文件 那么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 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我画了一个图 这个图我已经放在共享文件里面 我已经给 这个图形的话 我给他分享到这个资源里面 这是原文件 大家可以下来自己看 也可以自己去修改 那么这个图 看得很明白 就是我们刚刚做的时候 他的最终目标是把一个C文件 变成了一个可执行文件 最下面是一个可执行文件 进行而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 它包含了这样的几个步骤 那么有哪几个步骤呢 首先通过预处理 通过预处理 这些英文单词 大家也可以熟悉一下 preprocessing 预处理的这样一个过程 把C文件的原代码 变成了一个预编译的 这样一个文件 有的时候 我们在某些地方看到书上 他会把预处理 也会讲成一个预编译 是一样的道理 那么预编译的这个文件 是.i 这样的一个扩展名 这个i呢 你可以这样子去理解 就是in preprocess in preprocess 就是预处理 然后in 它是一个反译的 就是还没有 或者不需要 不需要去预处理的 这样一个文件 所以是用.i 这个你就清楚 这个扩展名 就是预处理文件 这个大家去理解 然后预处理文件 它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在那个C语言 不是有一大堆include 这个C语言我不讲 我要求大家都有 简单的C语言的 这个基础 有什么include 还有define 这些 这些红 还有我们的投文件 这些包含 那么真正的 在用的时候 它是不是会去找 包括在投文件 里面去找到 相关的函数声明 进而找到函数 这个地方用 那么这个预处理 就实际上 就把它给嵌套进来 嵌套到我们的编译 把它展开 有点像我们的 在web开发的时候 我们不会也 不是也会用include 去包含不同的 这样一些文件 对不对 是样的道理 那么然后呢 把它该编的内容 就原代码 完全的展开了之后 接下来就开始进行编译 编译就compiling 那么在编译成什么样子呢 编译成我们的汇编文件 就汇编文件 说白了就是汇编的原文件 如果对于arm而言 就是asm 一般就是sm 或者叫s就行了 那么assembly 这个.s就是assembly的 这样一个缩写 汇编的这样一个缩写 也很容易记忆 对吧 就给它编成了 这样一个汇编的原文件 那么汇编的原文件 它是不是还要编译成 我们的机器码啊 那汇编到机器码 0101的这个过程 我们称为什么 是不是称为汇编过程啊 就assembly 这样一个汇编过程 你看把汇编原文件 然后通过汇编过程 生成我们的机器码 就是在这里 我们称为目标文件 就.o叫object 对不对 叫object 但是这个目标文件 它实际上 它已经是二进制了啊 已经是二进制了 但这个目标文件 还不够 就是什么呢 因为最后我们还要 对它进行一个 因为这个目标文件 只是一个很 很裸的 很裸的这样一个二进制文件 就是关联性啊 各方面都不是很强啊 那么 而且没有很多的引导信息 我们在执行的时候 做一个可执行文件 是不是还需要有很多的 就是引导信息 对不对 那么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目标文件 进行个打包 进行个打包 或者关联 包括把多个目标文件 打包到一起啊 把一个目标文件 和某些库 在在关联到一起啊 等等等等 那么这个过程 最终打包成我们的 可执行文件的过程 我们就称为链接 就称为链接 这个 所以它整个是经过了 从一个原代码 到可执行文件 是经过了四步 这四步就是 我们的预处理 编译 汇编和链接 每一步的作用啊 这给大家说一下 预处理是把 C元的原文件 给它预处理成 点I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就是 展开的原文件 然后呢 再有把点I 给它编译成 我们的汇编文件 然后再把汇编文件 给它 汇编成 我们的二进制文件 然后再把我们的 二进制目标文件 给它连接成 我们最终的 可执行文件 这四个步骤 大家一定要清楚 而且每个步骤的 它的这样一个扩展 名是什么样子 形象的去记 形象的去记 点I 点S 点O OK 这个就是我们 刚刚执行了一个 非常简单的 这样一个命令的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 我们 顺便 就结合这个过程 刚刚也简单的提了一下 来看看 文件 GCC支持的 常用的这样一个 后缀名 GCC支持的 常用后缀名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 我已经把它进行了个整理 点C 就是C元的原始文件 小写的C 点大写的C 或者点小写的CC和CXX 就是C++的原始文件 我们说了GCC是支持C++的 点M 做过iPhone开发的都知道 这个是Object C的原始文件 点I 就是已经预处理的 C元的原始文件 点I 就是C++的预处理文件 点S 就是我汇编的原始文件 点H 投文件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点O 就是目标文件 目标文件 说白了就是还未链接的 二进制文件 点A 是Linux下面的 静态链接库 这个A是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A是 Archive Archive Archive的一个缩写 就是 实际上就是 Archive Archive的话 我们都知道 实际上就是个 硅档文件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这个静态链接库 无非就是一个硅档 这相当于是一个压缩包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一个比较复杂的压缩包 .so 就是我们的一个静态链接库 那是我们的一个静态链接库 这个s当然就是 static的意思 静态 对不对 所以大家就通过这种 理解的方式 来把这些单词 的意思给它找回来 就更方便你去记忆 那么好 大家就说了 sandy 你怎么会知道 这样一张表 你怎么把它给理出来的呢 实际上很简单 对不对 我们之前也都给大家讲过 要养成一个好习惯 man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gcc 这就是gcc的一个帮助 我们来找一下 它支持的后缺名 内容很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从这开始 是不是就开始有介绍了 它的这些后缺名 file.c 就是c缘码 file.i 就是什么呢 不需要被预处理的 这样的一个c缘码 那不需要被预处理的 说明它已经被预处理了 就这样一个意思 下面都是同类的 类似 大家可以下来看 所以我们给大家整理完 大家愿意的话 你可以好好的去熟悉一下 都没有关系 好 这个就是我们对它后缺名的一个简单的了解 那么基于这个了解 下面我们正式的来研究一下我们的gcc 要了解gcc 我们先要看一下去想象一下这个gcc 它的功能到底有多强大 对不对 我们要分析gcc的功能的强大 我们无非就通过两个方 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 看什么 看圆码吗